各位新来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 我是股市大师兄 陈学庆陈老师 今天的台北股市 再度下沙拉回来 我想并不意外 因为随着美国总统大选 倒数第六天 剩下六天美国总统就要大选 进入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 加上的一个欧美疫情的一个攀升 新一轮的一个刺激的一个法案卡关 之前大师兄就跟他说过了 我说在选前 整个的指数会在万三的一个关前 反复的一个做震荡 所以在这个时候策略上 就是要懂得高出低进 加差操作因应为主 因此对于今天的一个拉回 也都在预期之中并不意外 重点是今天的一个拉回 现在你怎么做 拉回是机会 还是危机 我想这一点各位可要好好想清楚 我想今天可能指数的拉回 很多的一个专家可能又会开始 转轨来下你 甚至很多人会告诉你说 现在的一个欧美可能又要进一步的管制 这一波的一个行情会不会又像年初这样的一个情况一样 瞬间突如其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下杀下来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要知道 年初的时候当时候是为什么会联媒的一个下杀下来 让很多人措手不及 因为当时候大家都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现在大家都有戒心 都有黄背心也都有因应的一个对策 况且大家不要忘记了 俗话说股市来是经济的一个储床 那股市的一个长期涨年迈动 跟整个的一个经济能够持续的一个成长向上 息息相关 所以长望后市我们可以看到 不论是主祭处台经院 江康 国发会或是台经院 你可以看到 不论是所有的一个民间观望机构 纷纷都预测什么 今年第四季的一个整个 我们国内景气会比第三季好 而且明年的一个景气 又渴望什么 比今年好 甚至中经院预估明年的一个这样 GDP渴望上看3.4% 4.2% 那元大是保华是3.1% 央行是3.28% 主祭处预估是3.92% 甚至台经院院长说 明年至少4.8%几条 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一个机构 看整个的一个国内的一个景气 几乎都是呈现V型的发展 因此在实时经济面有力的一个支撑下 配合美国领准会 偏割心态不变 那么一旦不确定性的因素消除之后 选后台北股市行情 是会上还是下 我想应该很清楚了 大家都是聪明人 应该这个不需要我再多说 现阶段重点还是在个股 个股你要怎么样来操作 我常说一档主公股 它必备三大条件 第一大条件就是 必会领先趋势做上涨 第二就是必会配合现行的要求 第三就是必会符合环境的意义 那么现阶段到底有哪些的一个股票 会符合这三大的一个要件呢 我们来看几档的一个股票 我相信大家 就会一目了然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IC再版的一个星星 那星星这一波 再度的一个上涨上来 来到89.3 那整个股价位置的一个 高基期高位阶的一个位置点上 涨上来再去拼 各位亲爱投资朋友 对吗 你好好的一个想一想 那收到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特别是 在昨天 有一位王先生 他办好手续 那刚好手上有 这一档星星 买在80块 他50张 昨天我就给他建议 我说这档股票 昨天是在这个地方 盘中的时候 盘中的时候 还没有大跌下来 我就说这种股票很尴尬 我建议说你这种股票 你现在应该怎么样 应该做减码 应该要做减码 因为他可能有回撤的一个 回撤再探底的风险 果不其然你看今天就马上怎样 应生的一个 种作的一个大跌下来 差一天 有一定是差很多 那今天会种作 当然是跟李扬的一个证券 开第一枪 减码 有所的一个关系 但是早不讲晚不讲 为什么今天才告诉你说 可能什么 中国的一个大型的一个金利台 客户需求对出 短线IP在板的一个毛利 可能定于预期 所以包括新兴南电 那获利的一个政府 可能会大物的萎缩 现在评价都偏高 所以外资 喊钱嘛 今天大跌下来 但是在 还没有跌下来之前 大师兄就怎么样 就提醒大家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包括IP在板的一个蓝电 也是一样 你不要小看 这样跌下来 一跌都是三十几块 一张三十几块 十兆就三十几万了 那么设备股的一个 阳城也是 那这一波来到的一个六字头 六十块一 这个时候再去拼 大涨上来的时候 再去拼 再去追高 你觉得对吗 当然不OK 那甚至包括这个 ABS的台达花也是一样 大涨上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再去追 你看成交量 都放大到七万多张 它代表什么 代表现在你去追高的一个风险 会逐步的一个增加 那么到底现阶段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是我们可以来留意的 我之前大师兄都跟他说过 我说现在让我们带会员朋友来锁定的都是这些的一个低阶 低基期 低位阶 股价经过的一个整理 筹码经过的一个沉淀 的一个转积成长股 就像八月代表作 我们带会员朋友 所所定的一个广岛资历一样 你看我当时候在105 110 我带会员朋友 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一个地点上 很多人都是看到的 哇 昨天再度大涨上来 很多人都在来说 哇 这支高标很好 我也知道的很好 高标起来当然都好 但是重点是还没涨上来的时候 谁敢买 大师兄敢 正去理由会说话 正去理由会说话 为什么我敢 因为大师兄看到他的一个 他的一个未来 你现在还看不到他的一个 任何的利多 你还不晓得看不出 他的一个财报的数字 但是哪一天等到 你看到他的一个财报的数字 哇 好棒 一起棒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你 那时候你来不及了 那时候股价都已经不晓得 涨到哪边去了 我相信现在你都见证到了 你都见证到了 当然来到这个地方 我不是叫你去做追价 大师兄主要告诉你的是什么 当机会来临的时候 你就是要懂得怎么样 懂得去把握 包括的一个虎武生风 我八月代表做我送给大家的一个 这一档的一个七冠王的表股 也是大师兄武师送给你 跟你做分享的一档股票 你看当时候在135 150现在来到多少 200多块 200多块 你都看到了 当然现在来到200多块再去追 当然就不OK了 太阳人的一个导电将的一个缩合也是 9月2号我们在别人不敢买的一个低点上 漂亮打底 趋势转做低档放量 这个时候难的机会 当然要懂得把握 当股价大涨上来的时候 哇这个时候啊 财报获利都出来了 这个时候你再追 你当然会追到的一个短线的高档上 所以为什么我说 像这样的一个股票高档 你要懂得怎么样 顺势获利 怎么样 放股贷 要买也要等到什么 等到他再次的拉回整理再说 那么再次的一个拉回整理 到底整理到什么地方可以再出手 你都不必猜 跟着大师兄 就对了 大师兄来帮你 包括职业分代表做的一个安吉也是 你可以看到特别提到这档股票 也都是大师兄领先市场 跟你做分享的一档股票 那昨天大涨上来 再创新高能够去追吗 能够去追吗 你想想看 昨天大涨上来再创新高 你看我怎么跟我的一个会员朋友 做建议的 你拥有大师兄 你是大师兄会员 我说真的你很幸福 因为大师兄都是希望 可以跟我的一个会员朋友 有双向 双向沟通 所以 只要是我们VIP 或是双股 单股 你会拥有我的一个 NINE的一个群组 你可以跟着大师兄双向沟通 你有什么任何持股上的问题 你来找大师兄 大师兄都会来帮你 就像我们这位的一个小姐 她手上有安吉在那档股票 昨天问我 问我说安吉在这个地方 要不要出一趟 我就跟她讲 我就说今天创新高 当然在这个地方 我建议她先 先可以获利了解一趟 你看光是这样一句话 就价值千金 这都是我们 带着会员朋友的一个这样 实战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绩效 当然现在这个太阳人 现在太阳人 短线都偏高 你这个时候再去追太阳人 风险真的会很大 如果你手上有这些太阳人族群 你不晓得怎么来处理 你来找大师兄大师兄来帮你 接着你可以看到 九月份代表作的一个华红枝 哇今天很强 你看今天在飘涨 这也是我们啊 在第一档代会员朋友 所所定的一档的股票 我现在不是叫你去追 但是为什么当时候我敢买 原因理由在什么地方 在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它符合大师兄 跟大家所讲的 主公股的三大要件 然后配合什么 配合股价位于处于低基期 低位阶 股价经过整理 筹码经过沉淀 具有转机成长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题材 当你懂得做把握的时候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股价就是这样的一个标标标 一路的标上来 让你可以怎么样 买得非常的一个安心 抱得放心 而且大涨上来又能够赚得开开心心 就像小哥非疫情 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 也是大师兄 你先市长跟大家所分享的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我可以告诉你 我还是看好 我还是看好 看好不是叫你去追 看好你要懂得买到对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我们怎么买的 都有讯息为证 买进之后连标两根的涨停板 标涨上来的时候 哇很多的一个同业都认同了 真的感谢很多同业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认同 你可以看到两根的一个涨停板 在这个地方当然啦 当天的一个涨停板 我建议先怎么样 这样也当获利换口袋 那波段基本当我还是怎样 我还是看好 我还是续报 我还是续报 那除了这些的一个让 这些的一个股票之外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可以来留意的呢 比如说像瓶概股 每年的一个瓶概股 你可以看到 尤其这一次的瓶概股的一个 地盐的一个发表 地盐的一个出货 所以会带动相关的一个瓶概股的 第四季 会非常的旺 而且会一路旺到明年的第一季 当然我们不能等到 它的一个营收的一个数字出来之后 哇你这个时候 你看你这个时候你才想要买 我告诉你这个时候 股价都不晓得已经大涨到哪个地方 你真正你要懂得掌握的时候 是在股价还没有大涨上来的时候 你就要懂得怎么样 懂得去把握 所以你会发现 大师兄都帮你找这类的一个股价 经过修正筹码 经过沉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股票 俗话说勤贼先起 那么像软板的一个台俊 有没有风云再起的机会 我就跟他说过 我在瓶盖股我主要看两档 一档台俊 一档就是 郁军光 那这档股票 真的是我们的一个经典代表作 台俊今天我们 今年我们大赚两趟 高档全数开心 火力放口袋 然后第一档现在的一个机会又来了 包括这个郁军光也是一样 我们大赚特赚之后 高档全数开心 火力放口袋 然后拉回来第一档 赚了两趟的价差 赚了两趟的一个价差 那么第三档的一个机会 第三档的一个买点在哪边 那未来他有没有风云再起的机会 I12的一个热卖 史上要赢最旺的第四季 跟明年最旺的第一季 以运口旺一路旺到明年的第一季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经过的一个修正整理 筹码经过的一个沉淀 这些都是大师兄要带大家来怎么样 来锁定的一个标的 如果你不晓得怎么样来操作 你来找大师兄 大师兄来帮你 包括被动元件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被动元件 也都是属于低基期低位阶的一个个股 那这些的一个股票 触底打底成功之后 那么未来有没有风云再起的一个机会 那这一波如果再反弹上来的话 它有机会看到什么地方 特别是随着一个5G的一个新机 随着一个11的一个 长价拉货的一个效应 苹果新机的一个拉货 车式的一个户书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体材的一个带动 包括的一个国具 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装动率 已经达到的一个八成 华新哥达到九成 华新哥达到九成 所以你会发现我带会朋友 是锁定华新哥 那华新哥当然昨天拉回 今天也是拉回 还在我们的一个成本之上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我可以告诉大家后市还是看涨 你可以看到光是日本的一个春田的一个股价 都已经回到了一个这样年初的一个疫情前的水准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觉得我现在买 不OK 它会不会涨 你好好去想想这样的一个问题 千万不要每一次 我想很多的投资朋友 我好像都是看到股价涨的时候 才要去追 其实这样 真的是 不是好 不太好 你可以看到 像今天毕业功率放垃圾 表现最强是谁 文貌 我昨天跟他说过了 秦贼先秦王 你看文貌今天表现最强 那为什么他会表现这么的一个强 也同样经过股价 经过的一个修正 充满经过的一个沉淀 而且你可以看到 在未来的一个 苹果 它将内建的一个 光达的一个功能 就是Ladar的一个 配件的功能 那这个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你自己看 台厂将是由 生化家要文貌主导 所以你会发现 同样生化家的一个族群 为什么文貌他的一个表现 相对来讲 就比较的一个强势 当然啦 今天上涨上来 我不是叫你去追价 那重点 你要去知道 我们如果说 我们在台北股票市场上 我们要怎么样 要去买股票的话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锁定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选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去了解 比如说Mossify的最强的是谁 负顶 不是杰利也不是大洲 指标股就是负顶 所以未来的一个负顶 它能不能够涨将会攸关 整个Mossify的一个族群 那为什么Mossify的在这一个地方 它有机会 理由原因我在这个地方 我也跟它写得很清楚 也是一档符合地基起地位接 去转积成长体财的一个股票 那么这些的股票 有没有风云再起的机会 当然我不是叫你去追它 重点是当机会来临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 你一定要懂得做把握 就像这一档的一个 引大佬的概念股 这档的一个股票 今年预估有机会上看一个股本 现在的一个股价才在多少 四字头 本一笔只有四倍左右 趁这种股票很微博 像这种股票经过的一个整理 筹码经过的一个沉淀 大师兄带你来锁定这类股票 各位见到投资配 你是不是能够买得安心 保留放心 而且能够赚得开开心心 那除了引大佬的概念股之外 包括的一个大展宏图也是一样 长达七年的一个打底 低档放量主身段行情 才刚刚要几栋 那今天这档股票是收跌 收小跌 第二季大赚1.08 下半年是他忘记掌握的一个 车室啊 游戏机啊 包括了一个手机啊 这些的一个 这些这个连接式的一个市场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不要多 他只要涨到前高 就有五成的一个空间 像这种股票 是不是就是值得 我们来做一个锁定 甚至包括的真材实料也是一样 今年预估可以赚一个股本 明年预估还会有机会挑战1.5个股本 你看目前的一个本益比才多少 不到十倍 不到十倍的一个本益比 趁着股价的一个拉回 难得的一个机会 各位健康投资朋友 这个机会 你是不是要懂得来做把握 那如果说你不晓得 怎么来做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 没有关系 只要加入我们标股新天地的 Ni-End或Telegram 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有好事就是会发生 大师兄都会用标股来帮你写日记 还没有加入的投资朋友 QR Code 赶快扫描一下 赶快扫描一下 当机会来临的时候 大师兄都会无师 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就像我们最近陆续 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广定 苏尔安吉 华洪资 包括的立青 真的是标股一档 切着一档 那如果说你认同 大师兄理念的一个好朋友 也欢迎各位跟我们取得联系 既黄之立青后 全心锁定与大户同情 立青第二 请务必跟上脚步 欢迎大家一起共襄胜举 0223219933 控理理三理 QQ33 轻轻三三 我们明天同一期见 拜拜 本公司以往 及其效不保险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券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选行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